诸心之论 我就说说你的私情 你太子爷嘛 太子爷和汉王爷 在里面吵起来了 您就别往里凑了 刚回来就吵 为了什么 奴才不敢听哪 太子爷吩咐了 别让外人进来 谁都不行 诸心之论 诸心之论 小人眼中无君子 谁是小人 谁是君子 你赢 我说的就是你 大哥 我们刚一回来 就被那些近代之义 逃出去的余孽子杀了 这天字第一号案件 你怎么不查啊 我 你想干什么 还是你心里就存着 要为那些余孽 留分寸的心 老二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留什么分寸了 之前宋高宗杀了岳飞 他孙子不也是等到 宋高宗死了之后 才犯案的吗 等到爹百年之后 你当了皇帝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现在留下分寸 将来是以人证 这也是一部不错的棋呀 那 那 那二叔 我说 二叔 我说是谁 怎么搞了一身 飞鱼服穿上了 是我爹 让我去锦衣卫里 直接查案 省得被人蒙蔽 蒙蔽 被谁蒙蔽 此次爷爷遇刺 这么大的案子 我怕有人牵扯其中 牵扯到谁了 我倒想请教请教 侄儿不敢 其实 是侄儿有一事 要向二叔请教 二叔 侄儿听说 此次护驾成功 是二叔手中的密探 提前收到了风声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风吻 都是风吻 风吻可不行啊 这事必须得查清楚 省得我爹叫人误会啊 恳请二叔把人交给我 带回锦衣卫指挥所 聊上几句 你过界了 二叔如果觉得 侄儿身份卑微 那侄儿 只能启禀圣上 御前亲审了 你好好查你的案子 怎么把你二叔 当犯人问上了 别闹了 别闹了 你开开开开 你爹 连这孩子都对我 无法无天 你眼里还有我吗 如果你眼里没我 那换句话说 你眼里还有皇上吗 老二 你大哥我办事 无愧于天 爹也不会对我多心的 我敢对天发誓 我 传圣上口谕 太子爷接旨 爹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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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圣公安 赈安 圣上口谕 卓自朕离京之日起 太子所批复之 奏折军报 一概取来 朕要查阅 太子爷 钦此 儿臣领迟 太子爷 面京 想来陛下不会难为你 一定是听了有人夸奖 要好好看看太子爷的政绩 高兴一下 奏折都在奏事处 我带您去 这个不敢 我们已经去了 把所有的奏折都搬走了 皇上一再叮嘱我 太子身体不好 就不要劳心费力地跑了 另外 皇上在没有看完奏折之前 还望太子就在府上安歇几日 已被皇上随时问证 大哥 你起来吧 好了 好了 快手走了 来人 我都累成这样 你也还是不许我呀 我这太子爷不当 我让怕当 儿啊 咱们回顺天 回顺天 你也想要看 你还是不想去 你还是不想去 你也许你 我更想去 你连工 我跟班上 你也不想去 你还不想去 你还不想去